大齋期四十天 诗篇灵修 主题三 信靠与仰望 第二十三天 静候黎明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叔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在一年多前因为家庭缘故 我要离开居住了二十年我所喜爱的城市 居家搬到地球的另一段 当时实在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 又有很多未知的东西要面对 心里面真是充满疲惑 焦虑和淡忧 有一段时间 我每一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 屋里面一片直静 屋外面也一片漆黑 沉闷的黑暗 仿佛就像一张令人窒息的网 将我紧紧地捆绑住 我平日很喜欢在露台 坐在桌上祷告 沐浮在阳光之中 伴随着美景和随随的海风 感觉就像被爱那样满满包围 不过炸乱还行的初春凌晨 却完全是另一种体验 在星光熄落的黑幕下 我只是看到独坐在寒风中软弱的自己 我的眼泪无声地一路落下 心里面却大声地哭诉 我问了个很多的为什么 无数个我应该怎么做 上帝没有给到我答案 却让我回顾过去几十年 一次又一次 不在自己人生计划中的 闯出离别 但是回首往事 每一个地方 都有上帝丰富的供应 和无尽的恩惠 让我有跨越式的成长 离开之时 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或者这个时候 我们先听一听 诗篇三十篇 一节六节 以及十一至十二节 第一节 耶和话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话 我的上帝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话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全活 不至于下坑 耶和话的圣文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明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信便说 我永不动摇 第十一节 你已将我的爱哭 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 歌颂你 名不注声 耶和话 我的上帝呀 我要清醒你 直到永远 在这首诗篇当中 大卫世嫂 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他深深赞叹话 上帝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上帝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天色占明 神兮的第一道光线 打破了黑暗的烂熟 我的眼泪 仍然在那里流淌 不过我心里面 却得着安慰 灵里面 却从身得灵 上帝的应许 从未改变 无论我去到哪里 祂都会与我同在 是我随时的帮助 和倚靠 无论今天 我经历些什么 上帝的爱 和工作 从不停歇 为要图造一个 跟障祂的我 红丹丹的照样 跳出海面的那一刻 我忽然 真实体会到 什么是 日宿 须有虎入 早晨 便别 欢呼 各位朋友 让我们好好去反思 不知道现在 目前的你 正在经历 怎样的焦虑 或者恐惧呢 嗯 或者你可以去到 大自然当中 走走 让当中的微风 世雨 烈日 星神 花鸟 雨虫 山谷 川河 在当中 同样有天父的言说 祂会赐给你 安慰和启示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请你遥述我的小信 帮助我 无论经历怎样 都能够回转向你 放心依靠 坚心仰赖你 因为你是大能 并且信实的主 是对我不离不弃 与我同行的上帝 我相信每一天 破晓的神光 一定会来临 胜过 黑夜的 孤祭 逢主命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